请看第一个第八页 第八行 依人天称 下背往生 要回向往生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父母是你家中未来的佛 供养父母 等于共同佛 跟共佛一样 那居足以上的四点 再加上念佛回向 就可以求生极乐净土 请看幻灯片 我也加了念佛回向 那这一条叫仁天称 一般往生的就是下背往生 注意听 我现在讲 我们仁天称 譬如说你从早到晚 帮助人 帮助狗 或是你当医生 护士老师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业 但是要透过念佛回向 为什么呢 假如你造恶业 是三恶道 你造善业的话 是造三善道 不是说心好就好的 心好还不够 你心好以后要加上念佛 他才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为什么呢 注意听 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句万德鸿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佛的念头不是善的 也不是恶的 他是佛的念头 听懂我在讲什么 你念善的话 你将来就是三善道 你念恶的就是三恶道 那现在念佛的功德是什么 我假如早上到晚上 做了很多的善事 今天你听经回去 睡觉之前你想一想 我今天做了很多的恶事或发了脾气或伤害了众生 那我就要好好的忏悔 那你想我今天有喂狗阿 喂猫阿 我这些善念阿 善念还是善果阿 你要把它转成为敬念 所以净土宗教 清净的净土 净心念佛 所以当你所做的善事 把它透过念佛转化以后 他就果报不再三善道 而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透过念佛 发愿回向求能极乐世界 纵使你没有出家 你没有读很多经论 可是你有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常常有慈悲心 不杀身 学有五戒十善的功德 光这一条这四句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是要加上念佛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 念佛的念 不是善念 也不是恶念 它是佛念 透过佛念 把所有一切的善恶 转化为清净的念 这个就是你可以 为什么回向净土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所以换句话说 你开车 比如说你是司机先生 对不对 我今天很忙 有时候做 有时候一两次 我坐新加坡的 这个计程车的时候 我也会很关心 司机先生 你生意好吗 他说 四季拜拜 很难活 对不对 没有错他会抱怨 可是若是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他每天开车 他可以听佛号 他每天我说 我用欢喜心 跟所有的游客 都以结缘 所有的游客 不管他信不信佛 都是未来佛 所以我每天都用欢喜心 服务的心 去帮助别人 你每天开车的功德 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极乐世界的莲花 因为你开车的因 所以极乐世界的莲花 你会跑得非常快的 对 这是真的 这个叫做 为什么世间善法 透过念佛 可以回向求生极乐净土 这个很重要 了解吗 好 时间有点晚了 我想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从第八页的十二 升文成 持戒念佛 假如你可以有持戒 又发愿求生净土 就像台湾新加坡很多长老大的 劝你要持戒念佛 我告诉你 如果持戒念佛往生的话 至少你是终辈往生的 那是更殊胜的 所以 对于净土的道理 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大家也想一想 今天我讲 《观无量寿佛经》 《韦提西夫人》的故事 它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这个很重要 好 现在请关灯静坐五分钟 请看幻灯片 莲花化身 好 请坐直 脖子坐直 脖子坐直的意思 你的气比较能够稳定 以藏传佛教比较进入中脉 它可以开悟 你心比较能定下来 肩膀跟手全部放松 好 我们静坐五分钟 静坐五分钟 前两分钟 你先专心注意在 自己坐在一朵莲花 观想在你的肚脐 先观想 所以我待会敲 三下沐浴开始 待会我会敲一下隐庆 就代表 你开始 两分钟结束以后 你会开始思维 今天讲的故事 观无量寿佛经 韦提西夫人的故事 你有什么体会 或者你想 今天讲了这么多的经 你体会到什么 好 现在静坐五分钟 好 请翻开 第五页 今天是讲经第一天 我们发愿念 极乐净土 精简发愿回向文 请翻开第六页 也看幻灯片 这张图 我过一两天会发给大家 我这次讲座 除了讲阿弥陀佛的道理之外 我会要训练大家的心 禅修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年有念佛三昧 其实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念佛它有方法 三昧力更深的时候 它念佛的念力更广大无边 尤其是在你灵命中的时候 要让你心不颠倒 你的定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 那这个佛卡呢 到时候我会做 观想极乐净土的时候教 我们大会已经准备好 但是还不要发 我有准备阿弥陀佛 也有极乐净土 所以在这次讲座 我会有一个建议 跟你从来都没有学过的 你可能要准备一个本子 你常常观想的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把它放在一个夹子里 好像活跃甲一样 你常常想 比如说 像看这一张 这张是我第一次供佛的时候 很大张的 像墙壁这么荡荡壁画 我的房间供的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图 就这样 那我还有一张 更小张的是 阿弥陀佛黄色的 那是我身平供佛 一直供到现在 我常常想极乐世界的时候 当我唱阿弥陀佛站 阿弥陀佛 身金色 向好光明 五等轮 你就要去思维极乐世界 所以你看这张图 当你一定要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在你眼前 你看他云就散开来了 你就听到天悦明空 异乡满事 所以你常常心想这些佛卡 是很重要的 比起你嘴巴只是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可是你的心散乱 那我觉得很可惜 不是说不好 也不是说以前你念的没有用 只是假如你身口意 身很恭敬 口专心念佛 你的意念若想佛的话 那力量会更大 不然阿弥陀佛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随情好 这些功德呢 佛有佛的功德力 这是我这次讲座里面 会跟你们教 以前你们听过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不一样 虽然知道阿弥陀佛八大院 四十八大院很好很好 但是怎么修 他有他很多的方法 念阿弥陀佛是一种方法 下次我也会教 如果在座各位请问一下 去年有听过 新加坡佛教青年红法团 法华经方便品 第二品的请举手 好 在座有一半 那里面我就有教三种念佛 唯心念佛 持密念佛 观想念佛 跟唯心念佛 那是很重要的 我十几年来 第一次公开介绍那三种念佛 念佛 当然持密念佛很舒适 可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下次我会教 所以这些佛卡呢 将来我会跟你们结缘 所以你常常有好的佛卡 这个佛卡 听好 不是给你供在佛桌上的 我是要你天天待在的 做MRT的时候拿起来看一看 阿弥陀佛 我记得你啊 你也记得我 收起来 对 这个是要叫你观想 藏传佛教很多的呢 六支大明咒 他也是要你观想用的 当然供在佛桌上的呢 有大张的 那是另外的 好 所以 现在就看着这张图 请 看第六页 请合掌 你可以拿着法本 我想这一段 大家都不生疏 对不对 好 因为第一次 我看 我讲 我念一遍 你跟着我念一遍 两句是一段 待会我念 愿我灵运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然后大家一起念 因为有些是老菩萨 还有些 你看不懂华文的呢 你可以看 下面有汉语拼音 好 请合掌 心定下来 很专注的想 你现在就坐在莲花上 为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 我真的发愿 我今天要去极乐世界 我真正的想去 万一我明天 就起不来怎么办 那我就今天就走吧 你要有这样的心 放下来 好 我念一次 你念一次 请看第六页 愿我灵运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一起念 愿我灵运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仪 现前成就此大愿 我既往生彼国仪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静无余 立乐一切众生界 一切圆满静无余 立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显清静 我时余生聪 我时余圣联花生 以国中会显清静 我时余圣联花生 清读如来无量光 现前授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授记 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致力广大变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恒无尽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回师有情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同源总治 阿弥陀佛 好 这是所有精简发愿文里面最殊胜的 因为这一段是来自于华炎经 普贤习愿品 注意看每一页 第六页第七页上面 我都有写 我此普贤书圣行 看幻灯片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注意听 无量光佛刹有两个意思 狭义的说 无量光佛就是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无外光 无边光 十二种光 所以这里的无量光佛 狭义的讲就是指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广义的说是任何一尊佛都放无量光 所以十方佛国土的每一尊佛 都叫做无量光佛刹 知道吗 这是广义的说 所以当你发这个愿的时候 你要去极乐世界 就去极乐世界 你说要是净土的话 你也是 要是佛 其实他也是充满了无量的智慧之光 所以每一尊佛的本体 都叫做无量光佛 所以幻灯片里面呢 就是希望你灵命中的时候 能够灵中皆引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平常要修 灵命中的时候不要颠倒 所以希望大家 连此海会愿相逢 所以因此我每天会教你们 要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那观想莲花的时候是透明的 莲花各种颜色都可以 那我们去极乐世界为了什么呢 挺好 不是为自己去 自己去 然后别人都不去 不是 这样的话 小陈的心不行 你应该想 我去那边是希望要成佛 而利益一切的众生 这是大乘净土中的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 我后面还会讲 先说一下 从共修第一页到第四页 是非常出胜的 这是我在这次讲座的时候 拜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想到的 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 非常的好 但是在座的人会越来越忙 世界也会越来越忙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 师父我没有办法念四十八品 怎么念呢 我建议你就从第一页 念到第四页 这四品的寄送是非常好 当然可能我的建议 跟其他的法师不一样 没有关系 因为在地藏经里面说 若有众生肯念 大乘的一经一句 一佛名一菩萨名 你都会得到无量的功德 那寄送一方面适合你背诵 一方面它也比较容易去理解 当然有些寄送的部分 它是比较深 所以这四品的寄送非常的好 先不要关灯 等一下下 我还没讲完 第二个 假如你要为人家超度 诵经我们一般都是念 莲池海会佛菩萨 念般若心经 或唱阿弥陀佛的寄送很好 但是你有时间的话 我也建议你可以从第一页 念到第四页 就念南无廉池海会佛菩萨 念完以后呢 这样因为 南无大恨普贤菩萨 跟往生咒 是重复可以放在后面 但是你若是为别人超度 或是回向的话 请你往生咒念二十一遍 这样子的话 力量会更殊胜 那往生咒在古音身亡 陀罗尼经说 叫做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陀罗尼 所以往生咒呢 你至少要念三十万遍 或一百万遍 才会产生力量 当然我知道多年前 尊贵的台湾的汇率法师 也弘扬过往生咒 就是到大家念三十万遍 往生咒 结果很多人念完以后就说 师父我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啊 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的业太重了 所以三十万遍不够 那我建议你念一百万遍 往生咒 那趁着你现在精神好 年轻的时候 还有体力的时候 你应该多筹备一些福德资粮 所以你若能够念 一百万遍往生咒的话 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那会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力的 因为他会拔一切业障根本 就像树根一样 树根连根把它拔除 得生净土陀罗尼 一定可以让你往生极乐净土 就像今天奖金 我也会鼓励大家要念 十万遍大悲神咒 新加坡听到这个数字呢 都讲啊 对 新加坡的人有要再精进 No discount Sorry 没有打折的 所以这是我要介绍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寄送背起来 听好 当你的心圆任何一句佛经的时候 它都有广大的力量 何况这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里面的最重要的经文 它有四品的寄送 我把它编成奖金的仪轨 因为奖金时间有限 那你自己回家也可以做一个功课 你就念这个寄送 然后念往生咒二十一遍 至于佛号你要念一千声 三千声 五千声 还是一万声 那就多多益善 最后发愿回向 这就是无量寿经最短最短的功课 昨天叫大家要观想在自己的莲花 好 今天我要教第二个禅观 请注意听 我每一天都会教不同的 但是同时我也会给大家这个复习 所以你心不要急 第二个今天要教你 看这张图片 西藏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寿佛 他手中盘的是长寿表屏 里面捧的是长寿甘露 希望一切众生都震到 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 可是这个必须要经过灌顶以后 你才能够观想这样比较如法 那今天我用这张图片呢 是要教大家 待会静坐的时候 请每一个人都手叠起来 不管右手在上 左手在上 然后呢你中间观想 就是捧一个 中间是一个圆的水晶球 水晶球 对不起 这是供水的圆的 你观想自己捧一个水晶球 然后放在肚脊这边 为什么要教这个方法呢 注意听 在南传清静道处 清静道论里面有教地变处水变处 那有十种片处 那在大秤里面呢 你观想水晶 你捧着一个水晶 心定在那里 然后水晶向 三百六十度 放射白色的光明 我再讲一遍 就是静坐的时候 观想 今天的手 每一个人都请这样叠着 暂时不要这样放 也不要这样放 也更不要这样放 或是这样放 都不可以 那请叠着 这叫禅定印 然后虽然水上 你手上没有 捧水晶 但你观想 那有一颗 透明白色的水晶球 今天的颜色都观同一个 因为白色是一切 原来颜色的最自然颜色 白色在色彩学里面 可以出生一切的颜色 所以你就观想水晶球 这样你的心会非常的定 尤其这个呢 适合你身体很燥热的 尤其是新加坡 新加坡天气很热 你要观想水晶球 这样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先观想一分钟 然后待会我会再敲引擎 就观想 往三百六十度放光 你全身都是水晶透明的 你的身体也是透明的 所有都是透明的 然后这个光呢 就从这个 欢祭堂的大殿 然后开始慢慢地照 照整个新加坡 整个地球 照多远就多远 然后呢 你就先安住在水晶球上 没有问题 好 现在请坐直 身体坐直 所以我用这个图屏 只是要来解释告诉你 捧着水晶球是什么样子 好 今天是不是观无量寿佛 先观你自己 过几天我才会教观佛 先得把你自己的心定下来 好 背挺直 东西可以放在旁边 然后 不要紧张 肩膀放松 全部放松 眼睛呢 闭一半 不要全闭 过几天我才会教 眼睛是全闭 那是另外一个方法 初学的人最好呢 能够闭一半 好 现在开始静坐 五分钟 请看讲义第八页 昨天介绍到 敬业三福 第一个 仁天秤的福报 那在要介绍下面一个之前呢 我要先解释 为什么我要教你们观想 传统上 实名念佛法门只是 嘴巴念 心理嘴巴念 嘴巴心出念 嘴巴出声音 耳朵注意听 这是按照大师之念佛原通章的方法 听声音 声音也是一个观想的所原境 这是很好的 听声音是因为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耳根比较利 但是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方法有用 有时候这个方法呢 你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 都在外面跑 那真正念佛的时候 应该是 心理虔诚念 心 嘴巴出声音 然后心也观想 所以它叫 心 身 光 三个结合一体 我再讲一遍 心 你的mind 声音 voice 或是sound 还有光 light 因为我们的心是有能量的 你现在看不到 但是阿罗汉或圣者是看得到 当你把心 身 跟光 三个融成一体的时候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力量啊 比别人散乱心念佛力量还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教你们的 有时候我们很多呢 念佛的时候 很多老菩萨就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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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一个文字来 哦 阿弥陀佛 让你去揭露世界啊 其实你是嘴巴念佛 事实上你的心是散乱的 你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三昧 能不能往生 那要看你的功夫 好 那为什么要观想 尤其对大乘佛弟子来讲 观想呢 都不太熟 的确 因为我们很少人这样教你 不要说各位 我从我年轻学佛的时候 也很少人教我说 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怎么观想 很少师父教我 也没有师父教我要怎么观想 所以我们大乘的佛弟子啊 华人的呢 都对观想比较陌生 其实事实上我告诉你 观想是你天天都在想 注意听 叫做英文叫 Imagination 想象或 Visualization 观想 举个例子 请问各位你们今天从哪里来啊 是不是从你家 对不对 有人从shopping mall来 请问你们来哪里呢 观祭堂念佛社 那你怎么知道观祭堂念佛社在哪里嘛 人家告诉你 他就在医院的附近嘛 对不对 看起来外面 对不起不要生气 外面有点像道教的庙 对不对 那个就是观祭堂嘛 而且还有写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不对 你还会看到一个骨灰塔 所以人家会告诉你 还要在MRT哪一站下 或公车搭哪一站 所以事实上你满脑子里面 都有picture 都有color 都有图片 都有想象 只是你不觉得而已 了解吗 第二个 待会讲完经济回向 大家发喜充满 请问你去哪里 该不会又去Galang了吧 该不会又去圣陶山了吧 圣陶山应该是关门啦 你一定想吗 回家 请问你的家在哪里啊 每个人住的地方不一样 你一定呢 举一个例子 有人住在Burgist Junction 他一定想到 我要在哪一站下车 假如呢 打瞌睡呢 睡过头 哎呀糟糕 Burgist Junction过了头 那是不是要再坐回来呢 可见你要回家 你也要有图片来引导你 哪个巷子要转弯 哪个巷子要左转 你也要是有很多的图片 颜色指标 来引导你才回到家 假如你家是在住10层楼 结果你按电梯按错 跑到第11人 哎糟糕 I'm sorry I got the wrong house 你跑错家了 为什么 所以你住第几层楼 你的号码也是要记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其实啊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都有观想跟想象 其实你不察觉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想在这个世间的六道轮回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起贪嗔痴 比如说你现在要去买一件衣服 对不对 看到好的呢你就非常欢喜 然后跟老婆还在七嘴八舌讨价还价用私房钱 最后就是很想把那件衣服买来 买来呢发现呢自己太胖了不能穿 所以可见我们在想世间的东西呢都会随着我们的贪嗔痴去流动 那现在呢叫你不要想是不可能的 除非 一 你往生了 断气了 第二除非你是没有意识 看这里 桌子它就没有意识 我在这边讲经他不会跟我说 哎星红尸时间到了 他不会跟我讲话的 为什么 no consciousness 没有意识 所以没有意识的东西 他是不会想象的 那但是有意识的众生呢 是要把你想贪嗔痴六道同为东西 转过来 想什么呢 请你写下来 现在交进了 第一 想佛 第二 想佛的眷属 第三 想佛的净土 请写下来 我不用打幻灯片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 想佛的功德 第二 想佛的眷属 眷属就包含观音 世智 莲词 海会 佛菩萨 你要常常去想 第三个 要想佛的净土 想呢 黄金为地 昼夜 玉天 曼陀罗花 微风 吹动 七宝 杭树 这个在后面 我会教你怎么观想 不然你念阿弥陀基 念一念 金本观完了 超渡完了 死人已经往生了 你活人还在这里啊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虽然嘴巴念 可是你的心 没有产生力量 其实心的力量 是很大的 心的力量 可以创造净土 心的力量 可以创造核子战 也可以毁掉世界 但是我们一般人 都没有常常 训练你的心 你的心呢 忘念太多了 所以听考 现在呢 不要你想家人 不要想六道轮回 该工作就工作 工作放下完了以后 你在佛堂 现在就不要想 想了也没有用 明天还没有到 你想了也是白想 现在想什么呢 想佛的功德 想佛的眷属的功德 包含菩萨跟莲池海会 第三 想极乐世界 净土的功德 所以为什么第一天 我叫你坐在那边 要观想莲花 因为莲花 也是由你心显现的 所以各位知道吗 所以观想很重要 所以大称 尤其华人的北传佛弟子 比较差 这不能怪你们 因为没有人教 也没有人常常训练 有很多老菩萨 也在想 哎呦 叔父 我就老了 很老 怎么想不出来 你想你的孙子 就想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还有呢 你的财产啊 被儿子占的时候 哇 对不对 你也算得很清楚啊 有很多老菩萨 很客气啊 他实在说 啊 师父我很笨很笨 包红包的时候 钱都算得很清楚的啊 对不对 所以可见呢 你的脑筋是很清楚的 只是呢 beasy and lazy 忙又懒 所以你的心就会很散乱 那教你这个方法 可以坐在公车上也练习 也可以坐在呢 MRT subway的时候练习 都没有问题 知道吗 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 所以 这个 观想最大的目的是要把 不清静的东西 转成为清静 因为你想六道轮回 贪嗔痴 它就继续跑嘛 那现在把这个贪嗔痴 转过来 想佛 想菩萨 想眷属 想极乐世界的功德 虽然你的心还是很乱 但是很好 就像什么呢 在一个草原上的那个野马 脱缰的野马 或是呢 你出去遛狗的时候 小狗突然的绳子放掉了 它就到处跑 你就抓不回来 现在呢 把你透过观想跟想象 就把你这个很散乱的心啊 抓回来 定在哪里呢 定在西方三圣跟极乐净土上 这个叫做 细念不乱 把你的心绑在一个地方 让它不要跑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常常这样练习 注意听 你常常这样练习的话 当你拿起念珠的时候 你念佛的时候 就能够很专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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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立刻就可以观想出阿弥陀佛 你平常没有这样练习啊 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睡着了 对不对 因为你的心太累了嘛 所以这个方法 希望我在这次讲座教你们的 每一个方法都可以用 因为人常常是喜心厌旧的 对不对 今天你可能喜欢红色的玫瑰花 明天呢 喜欢橘黄色的菊花 你的心也会变的 没有关系 就让它变 但是有一个不变 就是呢 你的正念正知不变 你的所缘境 好 举个例子 我讲座常常举例 比如说我现在喝水 我拿茶杯 我眼睛看着是茶杯 可是我心里想 给浪的榴莲 这你就心跑掉了 你眼睛看这里的时候 你的心就要专注在这里 这个叫正念正知 知道吗 所以你要常常练习你的心 这是我为什么要讲的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观想是把不清净的东西 转为清净 而且这是观想佛净土的功德 它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假如你详细的话 你可以去看 《观无量寿佛经》 十六妙观 从观水 观冰 观太阳 夕阳西下的落日 这些都是要训练你的 一心不乱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的进度 请看 昨天讲到这个 韦提西夫人 跟贫波索罗王 被他的儿子追杀的故事 好 我们看第八页 第十二行 声闻尘 终辈往生 持戒念佛 若隐这一生 好好的受过三规 五戒 而且八观哉戒 不管是在家或出家的菩萨戒 你都可以把你受戒的功德发愿 透过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请看经文 受时三规 聚足重戒 不犯威夷 三规一我就不讲了 因为在座的佛弟子通通都知道 归一自信的绝正境 聚足重戒可以分为五戒 八观哉戒跟菩萨戒 在新加坡的莲友 我要鼓励大家发愿受菩萨戒 新加坡的莲友 都比较喜欢受五戒 然后八观哉戒 偶尔勉强去问倒游一次 菩萨戒听到了就很害怕 不要怕 为什么菩萨戒是生生世世的 在台湾的莲友 几乎十个里面都有六个到七个 都受过菩萨戒的 有在家菩萨戒 也有出家菩萨戒 请你发愿 你可以在新加坡授 也可以到台湾授 也可以到香港授 你自己决定 请看下面 在家菩萨戒有六重二十八戒 是属于幽婆色戒精 第二个 梵王精菩萨戒 有十重四十八戒 现在呢 还有受于且菩萨戒 那是不同的传承 像我出家的时候 手出家 沙弥十戒 接下来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就受了在家五戒 出了家以后 就师父为我受沙弥十戒 接下来就直接受比丘戒 出家菩萨戒 所以我受的戒律 传承是梵王精菩萨戒 所以在这个戒条里面 就严格呢 说要吃素 接下来再看 那当然受了戒 你的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的时候 一定是会 毁坏 所以叫做破戒 其实现在受戒 学戒是不太容易 各位请你写三句话 受戒 学戒 以及持戒 这是弘一大师讲的 我再讲一遍 受戒 学戒 还要持戒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戒坛里受了戒 戒师给你简单的讲 其实是结个善缘 你要真正去听戒法 那只要找到戒师 很不容易 而且戒师当中 又要能够通达 经论或求生净土 都很难 对 但是我公开 多年前 净土范音 问我这个问题 我公开推荐我的戒凶 就是天音法师 曾经在新加坡 讲过优伯色戒经 他就是我的戒凶 跟我 跟他 还有传疑法师 都是同受戒的 他非常非常的优秀 他也持戒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各位可以到净土范音 去要 优伯色戒经 的DVD 你可以详细听 那现在 为什么要受戒呢 听好 戒不是佛 强迫你 这个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要做 那个不要做 不是这样理解 佛根本不用强迫你 而是呢 佛就像一个老师 告诉你说 你如果做了这些啊 你会伤害你自己 你会自己受苦 比如说杀生 你杀了生的话 你自己病痛会很多的 寿命会很短的 佛也没有办法改变 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 佛只能劝你 你想要健康长寿 就呢 不要杀生 而且要存慈悲心 所以 敬业三福的第一条 叫慈心不杀 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会讲 苏东坡的故事 他就亲自告诉他弟弟 没有说杀生 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杀生越多的时候 是不可能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 我们 佛菩萨讲 众生无边是愿度 所以你应该 放生 护生 救度众生 当然现在环境不一样 所以听好 各位联友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我长话短说 因为时间很短 我要讲的重点很多 所以对别人放生 应该我们要生水洗 可是你自己可以有智慧 去做医药布施 我觉得比较好 我去过印度 尼泊 很多落后国家 我觉得医药布施 才是最圆满的 最适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想要健康长寿 我们都知道杀生 得到多病跟短命的果报 反过来大家都想做 放生 可是新加坡 跟很多的国家环境 环保的关系 都不太适合放生 这是真的 像台湾我们也有这样 上面放下面掉 所以放生的时候 的确有 我没有否定放生 佛陀是说要救度众生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说 救度众生 环境不一样 要有智慧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布施做医药基金 全世界的各个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乃是非佛教 你都可以做医药布施 你会救非常非常多的人的 这个可以满你放生的功德 好 那请看下面 若是你破了戒 忏悔怎么办 我推荐几个方法 第一 拜八十八佛忏悔文 一直拜到往生 每天拜 第二个 发愿在一段时间内 三年或五年 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念汉地的 假如你有金刚称的传承 大悲神咒 就像我今天CD 他们放错了 刚才放了 我唱的大悲神咒 你有藏传佛教 大悲神咒的灌顶口传 也可以念修十万遍 这两个传承是不同 功德是一样 第三 专念一部经 三年到五年 比方说地藏经 法华经 华言经 无量寿经 或般若经 都可以 就选一部经 三年到五年 不要一直改 你就天天念 一直念 念大乘经论 也可以 颤除恶业 大家有兴趣 若看地藏经 法华经 华言经 感应录里面 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要专念 普贤行愿品念 三年到五年 也可以颤足业力 所以关键是呢 你要相信任何一个 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佛法 第三个 不犯威仪是叫 口清净 意清净 但是尽量训练你的心 不起恶念 但是这个比较难 慢慢来 先声跟口 不造恶业 意念呢 慢慢去透过 听经 文法 指观 观想 修般若 慢慢慢慢去调伏它 这是第二类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若是你受三规 五戒 任何一个戒律 而且可以忏悔 求生极乐世界的话 起码你是会中被往生的 在这里插播一下 西方极乐世界讲 上中下三倍 其实是归纳说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只有九品 是无量无边的品味 无量无边的品味 莲花有无量无边的大小 跟颜色 不是单一的 一切有心变的 好 那这怎么判断你的莲花 大小跟品味呢 你写在旁边有两个 第一个 业力灿除的多少 第二 你发菩提心的广大 跟度众生的功德力 我再讲一遍 第一 就是你业力灿除多少 你灿除的越多 你的莲花品味就会越高 所以你要灿除恶业 第二个 你发了广大的菩提心 要度众生 听好 现在讲的是世俗地 先不要用金刚经 跟师父辩论 你会辩输我的 对 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 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 如来则 有我仍众生受者 这是讲 对峙自己的心 圣意地里面呢 是没有众生 跟佛的分别 没错 可是这个境界很高 目前你是找不到的 哪个莲友 你可不可以去帮我找镜子 好不好 大一点的镜子 对啊 镜子 没关系 找得到就找 找不到没关系 明天可以 所以看这里 就像这个 盘子 它本身是干干净净的 讲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 是讲镜子本身很干净 可是在世俗地上 听好 要发不敌心 劝进行者 所以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你问你自己 你这辈子帮助过多少人 写下来 你问你自己 你这辈子帮过多少人 有些人呢 跟家人都处在一起 就心不甘情不愿了 一个众生也没帮过啊 对不对 所以 假如你利益的众生是少的话 当然你往生的品位跟功德力 就比较低啊 所以七方极乐世界莲花怎么大呢 就是你的功德力跟怨心 你越广大的话 那你功德力越大 当然你的莲花可以三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怎么大 那一般人莲花呢 大概呢就是呢 佛桌这么大嘛 对不对 所以 胖的跟瘦的都不用担心 肥一点的人呢 莲花会大一堆来接你 对不对 那瘦一点的人也不用担心 会更漂亮彩虹的莲花来接你 所以 极乐世界的莲花怎么分呢 第一 你的业力颤除 你业障颤除的越多的话 你的品位就越高 第二 你度众生的功德力越广大的话 你的莲花就越大多 所以我告诉你 我的莲花不太小多啦 这是真的 每个莲花上面都有刻你的名字 不管是俗名或法名 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弄错的 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会拿着这莲花 然后放光来造你 善男子善女人 欢迎你来极乐世界 你看到莲花的一刹那之间 就像脱衣服一样 然后你动个念头 你就上莲台了 你就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莲花 所以阿弥陀佛有莲花化身愿 所以莲花从哪里来 就是刚才讲的 做个结论 一 业力颤除的多少 第二 你积聚菩提心功德的 福慧资粮有多少 这两个是你应该要努力的 对不对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 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品位 也不是绝对的上中下三倍 佛对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说法 他必须要归纳说 不然他讲不清楚的 所以他只好讲上中下三倍 其实补一句话 上倍跟下平往生 跟中平往生的人 也要发菩提心 只是菩提心有身跟浅 请看下面 第八页 第二十三行 谢谢 没关系 改天你找一个 是圆的 这个比较难介绍 好 请看经文 发菩提心 菩萨称 上倍往生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诵大臣 劝尽行者 好 发菩提心很重要 菩提心在壮传佛教里 讲的更重要 菩提心有 什么叫菩提心 我想时间没有 我干脆告诉你们答案好了 我本来想考你们的 听好 很多人对菩提心 都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经论解释 简单地说两个重点 Two major focus 一个是众生 一个是无上的佛果 我再讲一遍 众生 我发愿要救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不但发愿 我还要帮助 无量无边的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第一个 无量无边的众生 离苦得乐 这样还不够 第二个要帮助他们 证悟到成为 无上的佛果 这两个才叫做 完整的菩提心 我再讲一遍 我发愿要帮助 无量无边的众生 离苦得乐 第一个众生 无量无边众生 第二个 我还要帮助他们 成就无上的佛果 这个才叫菩提心 那从这里去检查的话 你就看到 其他宗教 也帮助很多众生 包含基督教 天主教 一贯道 道教 回教 全世界 很多 非宗教的人 他们也做了很多 慈善事业 他也帮助了很多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比方说美国一个演场会 对不对 一个movie star 或famous singer 电影明星 或是有名的歌星 他一捐都是好几百万的美金 那你说他有没有救度众生 有 但那个不是佛法 那只是人天善法 为什么呢 他没有菩提心 所以你不要认为 盖医院就是佛法 盖医院不是 但反过来说 你今天有菩提心 你盖医院的话 那医院呢 就变成了道场 是行菩萨道的地方 所以关键是在你的菩提心 所以金刚经说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云合降伏其心 云合阴柱其心 对不对 云合调伏其心 所以你要先发菩提心 同样净土中也是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 尤其是各位老菩萨 注意听 你若没有菩提心的话 很抱歉 你是没办法去极乐世界的 很多人 有些老菩萨 当然他的因缘会说 哎呀 为什么他念佛 因为我精神很苦 我先生欺负我 儿子不孝顺 这个媳妇呢 又常常欺负我 讲坏话 孙子又不乖 这个世界好苦啊 我要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抱歉你去不了 我跟你讲真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自私的心去的 你是逃避的心去的 为什么会去不了 你离命中念佛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不会现前 那你会说 哎呀怎么我念了一辈子的佛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现前呢 极乐净土是假 错 是你刚开始 你就没有发清楚 菩提心 那你应该怎么想 注意听 好 注意听 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 8点25分 现在新加坡 所有的医院 全世界的医院 你看有多少人断气了 包含台湾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非洲 全世界的医院 对不对 现在这一秒钟 很多人都断气了 新加坡现在很多医院 Eletha Buster Hospital 也很断气了 太平间里面有手忙脚乱的 可是我们不觉得 为什么 死的都不是我们家的 死的都不是我家的 跟我没有关系 假如现在是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 然后你家人剩 SMS给你 那你一定说 师父对不起 我不听经了 我现在要出去了 你一定心万如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 那个是他家的 不是我家的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 向观世音菩萨 升级广大的大飞心呢 因为我们有 自己跟别人的分别 第二个 再看 8点27分 全世界现在医院 有多少娃娃乱生 是不是 娃娃出生的时候都是哭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娃娃出生 符符符符符符� nood 因为从妈妈的子宫里面 羊水包着出来的时候 皮肤碰到的时候 就跟往生断气的时候 五百个刀子插在上面 皮肤是很痛的 所以出生的娃娃都是哭的 哇 有人说苦啊 不一定 他是真的很苦 可是他不一定会喊苦这个字 可是周遭的爸爸妈妈说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are formerly mother and father Daddy and mommy 对不对 你看出生人很苦 可是全世界人都很恭喜 赞叹你啊 生命的喜悦 可是每一分每一秒 你想想看 我每一坛子 就有多少的众生都断气了 每一坛子 有多少的众生都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每一秒钟 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阿弥陀佛他就接 我成佛时 十方所有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忙的 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往生极乐净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功夫修得还不到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我要答案是 刚才跳回来刚才老夫上那个重点 所以你应该想 哎呀老公啊 欺负我 家里不孝顺 障碍很多 我命很苦 没错 那我看看呢 注意听 假如我在医院的话 哎呀 比我更苦的人更多更多啊 所以应该我要发愿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将来帮助更多更多苦难的众生 你这个心升起的时候 才叫做菩提心 所以老菩萨要注意听 我知道很多老菩萨都很喜欢念佛 都很少听经 可是呢 你若没有菩提心的话 很抱歉跟你说 你真的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你只能结个善缘 来生不多三恶道 所以发菩提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简单的讲 我发愿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无量无边的众生 离苦得乐 第二个我发愿将来要度他们成佛 成就无上佛果 有这两个条件才是菩提心 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没成佛 可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做什么呢 它有很多好处 请你写下来有三个条件 一 良师 益友 跟好环境 你为什么去极乐世界 第一 阿弥陀佛是你的老师啊 你要亲近师父很难啊 对不对 好不容易我们讲座呢 一年才一次或半年才一次啊 最多呢 我能帮助你的是用DVD啊 DVD呢是我的千百亿化身 我很高兴帮助你 但只缺少了一个 DVD里面没有慈悲心 它没办法像我这样跟你对答 给你解决问题 很抱歉 DVD有智慧 有功德 但是没有慈悲心 因为它你感受不到慈悲的显现 它没有办法跟法师互斗 第二个 在家呢 很多工作很辛苦 所以你从早到晚 结果你回到家呢 碰到没有缘的这个亲朋好友 你就会觉得怨症会苦 不是冤家不聚头 所以家人聚在一起 是有善缘也有恶缘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呢 连此海会佛菩萨 都是你的眷属 第三 西方极乐世界 从早到晚就最好的环境 让你足够的时间跟体力 可以完全地修行 在这边没办法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残缘的 这是真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是真的 西方极乐世界 举个例子 我生平第一次学极乐净土的法门 是第一部经 是阿弥陀经 我在我的师父坐下 训练讲经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极乐世界 为什么 极乐世界的人不用睡觉 因为我在常住 我从早到晚要工作 四五点起来 一直坐坐坐坐到晚上 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念佛法会 我常常都好想 多看一点经 多读一点书 还要教稿 多念佛 这个臭皮囊 他就不听话了 要睡觉了 所以我第一次 给我很大很大的感触说 我真的要去极乐世界什么 极乐世界的人不用睡觉 昼夜精进 知道吗 当然极乐世界的功德非常多 我就是要介绍四十八大院 所以极乐世界有良师 亦有好环境 就像你 举个例子 要去考大学 专心听 就像你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 大家都要考 可是名额就有限 可是假如现在有一个年轻人 新加坡人 发愿到美国去读哈佛大学 去念书啊 他目的为什么 当然他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 但他最大的愿望 假如他爸爸妈妈在这个 新加坡的话 他还是要回来 贡献解这个国家嘛 对不对 同样以此比例 所以修净土的人不是小成人 你回答他 小成人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很肯定跟他说 是要发了大乘的菩提心 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要去读PhD一样 先去留学 你现在要度众生 很难的 不相信各位晚上去 给他们试试看看 你度一个众生 你可能就被度走了 真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度众生 要有功德力 所以就好像 你先到哈佛大学去念书 得了博士学位以后 你可以在美国 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教书 但是你一定不会忘记 栽培你的国家 新加坡跟爸爸妈妈 同样的 去极乐世界也是如此 你就是因为 这边没有良师 亦有好环境 你先到极乐世界 继续修持 保证你成佛了以后 将来你会到架此行 千百亿化身 来广度众生的 而且这个度众生 不是只有一个身体来 在《华严经》里面说 一个菩萨 可以画无量无边的世界 每一个世界 画无量无边的身 再加出加身 都可以画 然后每一个人 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发菩提心 而往生成佛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大乘当中的 殊胜法门 他必须要发菩提心 才能去的 这一点 各位老菩萨 要特别的注意 各位联友 若以前你没有菩提心 希望你应该在佛前 发愿 而发广大的菩提心 接下来 身性因果 我昨天讲过 身性因果是心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极乐净土 是他立果教派的法门 而只有七地跟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 才会生性因果 出地以下的凡夫 乃至从出地到六地的菩萨 他因为功德力不够 所以生生世世 都要尝随佛学 接下来再看 第三 读诵大臣 十法行 就是十种行持 经典的方法 比如书写 供养 布施给他 地听 批读 授辞 为人演说 或是奉送经典 或思维经典的道理 或是按照经维的道理 去禅修 这些都是很好 像现在流通DVD 讲经说法 现在比较少抄经 抄经呢 因为现在印刷数比较发达 当然有些在台湾 也有以抄心经 或无量授经 做修持的法门 很好 但是师傅要建议你 很真诚的 假如你是抄无量授经 作为你修持功德的话 可以 但是要抄得很工整 不要乱七八糟写行书 怎么画就怎么画 这样你的心不会得定 写楷书 公公正正的 写行书的话 也要很恭敬 读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保留 你实在写得太多太多的话 其实也可以火化 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是起恶心 因为丁书博太多的时候 现在印刷数很发达 甚至呢 像你有很多经典都已经数位化 上网路呢 或是台湾有一个中华 西碑塔 电子佛典 通通都有佛经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 比较少书写经典 古来的佛经 是要到长经格去抄的 所以现在印刷数 就可以满你书写经典的功德 我看起来 对 我看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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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